大家好 我是Honda Motorcycle 高雄的銷售顧問阿虹 那今天的場景終於換到室內了 因為之前介紹Fox R750 我是在車庫介紹的 真的很熱 所以有點介紹的不是那麼流暢 那今天終於把場景給換到室內了 那要介紹的車是X-80V 那相信大家對於這台車也一點都不陌生 你只要稍微有在注意摩托車 或者稍微有在騎車的朋友 一定有看過這台車 注意過這台車 因為它是少數把速可達 跟冒險車給融合在一起的車 所以整台車非常的碩大 也非常的顯眼 那這其實是它的第一次大改款 它這次改款 終於把當初概念車上的彩色儀表 給放上來了 DCT雙離合器變速箱 也因為電子油門的加入 變得更聰明更滑順 那還有一點更重要的 它終於把車身稍微給休載了 所以致腳性有所提升 終於不用再把腳墊得這麼高了 它有三種顏色 GP紅 森尼灰 石墨黑 售價是49.8萬 我先從外型開始介紹 非常多的朋友覺得FORSA 750 跟AK10 ADV是很接近的車館 他們用著一樣的車架跟引擎 但事實上還是有非常多小地方 設計的不一樣 像是它的避震器行程 或一些電子配備的搭載 輪組 甚至外觀也更加的有質感 更加的運動化 其實第一眼看到AK10 ADV的時候 可以完全感受到 它想要把傳統大洋的樣子 給拋棄掉 可以看到它的車子 非常的零零角角 非常多的線條 那有一個我覺得它設計的非常好的 就是它的車頭跟車車的線條 它是可以連貫在一起的 因為傳統的大洋 車頭跟車側會形成一個斷差 車頭到這邊會直接接進去內裝 但是AK10 ADV看起來就非常的一體 就很像是我們一般的旅行車 或者是跑車的那種感覺 那這個外露的液晶把手 也可以完全感受到 它想要強調的那個越野感 運動感 這個風鏡是五段的手動調整 它可以直接在旁邊打開這個開關 就快速的做轉移 不需要任何的工具 那它最高跟最低 我覺得是大概從視線下到視線上 所以非常的有感 那大家如果有機會到展間去操作的時候 就要記得喔 當我們操作這個開關的時候 我們兩隻手來做操作 我們不要只拉單邊拉一邊 你會覺得它非常的難操作 我們可以把它打開之後 用另外一隻手下去調整 你會覺得滑順感非常的夠 那這個風鏡的鎖點設計 它有一個小巧思 它底下是有一個滑草的 它鎖的是香蕉螺木 當這個風鏡受到撞擊的時候 它會直接掉落 雖然坦白說 AK10 ADV沒辦法去做一些 又飛又跳的動作 但是設計擔當 還是有放上這個設計的小巧思 可能對AK10 ADV 它就是有這麼一些些的期許 護工跟上一代一樣是標準的配備 它不是只有修改的外型 它在耐用性上也有所提升 因為這護工 當你倒車的時候 它其實會跳開的 它不會直接斷掉 它裡面是有一個類似溝槽的設計 跟鎖一個橡膠的羅帽 所以當你撞擊的時候 它會直接跳開 那我自己的使用經驗是 它也有比上一代更加優化 我自己騎的是上一代的Affecca Twin 它跟上一代的K10 ADV 是用一樣的護工 那我自己也有導車的經驗 所以也斷過 那我後面也換上了這個新的護工 也導了幾次車 真的有比較耐導 頭燈是LED的頭燈 那中間是日行燈 它把近遠燈分成上下 上面是近燈下面是遠燈 這個頭燈它有自動調節的功能 注意它是自動調節 不是自動起壁 它會針對你所騎乘的環境 下去調整頭燈的亮度 燈殼的後方 它有一個小小的AXA DV Logo 會發亮 非常的有質感 那這個頭燈的燈組 本身就是黑化的 所以看起來非常的有侵略感 突出使用的是兩件事 那前面這一個 會跟車身是用同色的烤漆 前叉使用的是41星的導力式前叉 阻尼預載可調 因為它又有去針對 無部裝路面的行駛去做設定 所以它的前叉行程是153.5mm 後懸吊則是Prolink的多連桿 搭配預載可調的後避震 作動行程是150mm 煞車系統前輪使用的是 尼性的對視輻射卡鉗 搭配上310mm浮動碟 採用的是雙碟的配置 後煞車使用的是 尼性的當活塞卡鉗 搭配的是240mm的碟盤 前後輪使用的都是 無內胎的鋼絲框 它的鋼絲是編在框存上的 所以輪框的本體就是一個氣密框 這是AXA DV上一個非常大的亮點 前輪使用的是120-70R17 後輪則是160R15 雖然這個輪胎的尺寸算是特別 不過AXA DV在全世界的販售台輸入 算是非常的多 所以還是有非常多的輪胎可以做選擇 車底下方還有一塊鋁質的下護板 雖然它的固定方式沒辦法承受很大的撞擊 但至少是金屬材質 還是能提供一定的保護能力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AXA DV的車側 那我剛有提到 車側是它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因為車頭跟車側是沒有斷差的 這點你從Forza 750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它在車側這塊有一個塑件 它上面還有壓一個750的名稱 來告訴大家說AXA DV它的排氣量是750cc 這個中間的烤漆件是直接這樣子貫穿整個車身 所以從側邊看 這個烤漆件是沒有中斷的 是從頭到尾連接在一起的 我們在車車上看到的這些銀色飾板 它真的都是金屬件 也壓上HONDA的LOGO和AXA DV的雷雕 非常的有質感 氣氛上也會比較硬派 那另外一邊還會有DCT的標誌來驗明震身 這個後座的腳踏是我覺得AXA DV設計的 非常好的一個地方 它收起來的時候會完整的牽在車內 看不太出來 那打開之後它的面積又非常的大 而且上面有一個大面積的香蕉 這層橡膠也可以用來吸震止滑 那比較可惜的是這個排氣管 這個排氣管也因為台灣的法規 被印加上的這個回文針 搖臂使用的是鋁合金製的 這個造型也非常的好看 那在後煞車的下面呢 這個是手煞車的卡鉗 另外一側搖臂周圍的黑色塑件 是鏈條蓋 它可以稍微降低鏈條髒掉的機會 來延遲一下鏈條的保障周期 那這個扶手的設計呢 我覺得造型上也非常的好看 它也跟車尾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後面這個尾殼它使用的是黑色的塑件 上面還有壓一個HONDA的LOGO 那黑色塑件呢可以讓 抗光能力稍微有所提升 這樣我們在上下車的時候 踢到比較不會有傷 那尾燈放燈使用的都是LED的 那土廚跟FORSA 750一樣喔 就是中規中矩 那我後面呢有發現它為什麼 變得這麼中規中矩喔 它在土廚上喔 旁邊又加了這兩塊黑色的塑件喔 那我自己覺得呢 它是怕會噴喔 會把整個後面噴的都是 所以它又加上了這兩塊塑件 所以造型上呢 真的變得比較保守一點 原廠呢 一樣有提供後貨架跟三箱可以做架構 在上一代手刷車的位置呢 它現在變成一個不可以上鎖的收納盒 那這個收納盒呢也因為車身的線條 所以空間不像FORSA 750那麼大喔 可能勉強放了手機或者一個小錢包還可以 其他東西可能就放不太下了 體電開度呢跟上一代一樣喔 開度沒有改變 但是容量呢有稍微提升了一公升 它壓跟鏈條間隙是貼在車廂裡 裡面一樣有工具包、車廂燈 還有這一代所增加的USB-C的電源供應 左後方還有一個安全帽的掛鉤 可以利用工具包的套繩呢 穿過安全帽的儀帶喔 給刮在車上 大家在關XADB的車廂 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喔 一定要把車廂給確實的關好喔 它如果沒有關上呢 車廂燈是會一直亮著的 它是會把電瓶的電給耗盡的 騎乘姿勢的部分 我的身高是176公分 那其實呢我的雙腳是接近可以平踩的 那我會再請一位比較高的同事 跟一位身高比較不高的同事 來示範一下騎乘姿勢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跨過上一代的XADB 會發現了 自腳性真的是差的非常的多 但其實要提醒大家的是 雖然XADB是蘇格達的外型 但是呢 騎乘上還是會建議大家下左腳 因為它的右側呢 會因為K-SKY的關係會比較突出 所以它在配置上呢 下左腳會比較舒適一點 雖然它的椅墊呢 是偏薄的感覺 但是其實支撐性非常的好 所以我自己的騎乘經驗中 是騎遠其實屁股也不太會動 那車把呢 也因為它是冒險車的關係 把是偏寬偏高的 所以呢整個上半身是非常的輕鬆 非常的愜意 另外束口達的最大的優勢呢 就是它的腳踏板 可以根據我們的騎乘情況去做調整 像是我們要巡航的時候呢 我們腳就可以放在前方 那小腿呢 可以依靠在車身喔 這樣騎乘起來呢 會比較輕鬆 那即便我們今天要做一個 比較運動化的騎乘 其實你放一個正常的位置呢 它腳呢 還是稍微可以靠在車上喔 雖然沒有像油箱這麼好夾 不過還是有一點夾的感覺喔 它的後座呢 沒有像傳統束口達那樣的寬大喔 但是呢 絕對比一般的檔車還來的好坐喔 那其實後座呢 不只要看椅墊的厚度喔 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喔 就是膝蓋的這個角度喔 因為有些車呢 它可能椅墊非常的大喔 但是你坐上去呢 可能會很蹲 所以事實上坐久的時候 膝蓋還是非常的不舒服 那剛剛有提到的身高是176公分 那可以看到其實我的膝蓋 算是非常的舒適喔 所以呢 我覺得它整體的後座 算是非常的好坐 那我一樣呢 會請兩位同事喔 來稍微示範一下 較高的身高跟較不高的身高 他們坐在後面的感覺喔 AXA DV從上一代就使用免鑰匙系統了 鑰匙一樣有巡車鍵 跟鑰匙的開關 那這一代呢 真心的是它這個巡車 它有三段的聲音 跟三段的大小聲可以調整 店面的開關呢 從原本的瓦斯開關呢 變成現在的PUSH鍵 搭配外圈的旋鈕 那在這個地方呢 要提醒鋼膠車 或者是有去租車的朋友 如果發現這個PUSH鍵 或是旋鈕不能用的時候 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鑰匙開關 因為這個鑰匙呢 是可以關閉的喔 那只要長按之後就會關閉 那長按之後就是開 所以有時候我們不能操作 這個電門的時候呢 我們稍微注意一下鑰匙的狀況 我先來介紹一下它龍頭鎖的上鎖方式 那它的手速呢 其實跟傳統的車輛非常的接近 我們一樣先把車把往左打到底 那我們只要鑰匙在身上 我們來轉這個外面的旋鈕 往左轉到底 它龍頭鎖就會自己上鎖了 那上鎖之後我們要解開 我們就按一下中間的PUSH鍵 它就打開了 那我們要打開儀表 我們一樣再按一下這個PUSH鍵 那就會看到它這個電門就亮了 儀表就亮起來了 這個5吋的TFT儀表呢 它的背光是自動調整的 它會依照你的亮度呢 變成黑底或者是白底 車主呢也可以自己調成成 常識的黑底白底或者是影底 那這個儀表的周圍呢 跟其他車輛一樣喔 還是有一些基礎的燈號 那要特別跟大家介紹的是鑰匙燈 因為一般呢 剛才是使用這種免鑰匙的車主喔 都會擔心說鑰匙沒電了怎麼辦 我如果有一天突然要騎車 或者是在郊外 我突然沒辦法騎車怎麼辦 那如果你開完電門之後呢 這個鑰匙燈在閃了 代表你的鑰匙可能不在身上 或者是你的鑰匙就是快沒電了 所以應該不會發生鑰匙完全沒電 沒辦法騎車的窘境喔 那其實也不用擔心喔 只要一個十塊錢呢 就可以打開這個鑰匙喔 更換裡面的水銀電池 表上方呢其實跟手機一樣 會有個狀態列 左邊呢則是側助指示 速度、轉速跟油量 它有四種造型可以做選擇 右上方呢還有一些指示燈 像是遠燈或是極有壓力燈 下方呢則是騎乘模式 跟Honda LoadSync的顯示區域 下方則是檔位 儀表的下方呢 這一列有四組的info資訊喔 那車主呢也可以自行設定 想要顯示的資訊 這個儀表的主要操作呢 都在左手手把開關 這個FN鍵和上下左右 旁邊的MOD鍵是拿來操作騎乘模式 下方則是喇叭 方向燈、雙紅燈還有近遠燈、超車燈 都在左手的手把開關 DCT的車款都一樣喔 是十指進檔、拇指退檔 右手的手把開關呢 有整合的熄火開關跟啟動鍵 下方這邊呢則是空檔跟D檔 還有AT、MT的操作鍵 旁邊的手煞車呢 我覺得設計的非常棒喔 當你拉上之後呢 它剛好會擋在啟動鍵的前面喔 它可以避免呢 騎士忘記放手煞車 就把車子給騎出去 前後煞車都使用一般速可達的配置 右手前煞、左手後煞 拉桿的間距都是可以做調整的 油箱跟車廂一樣 鑰匙只要在身上喔 它都可以直接做操作的 AXA DV在引擎的配置上 是並列雙鋼的水冷引擎 實際排氣量是745cc 那它的點火角度是270度的 這個點火角度呢 跟V型雙鋼是一樣的 所以它的浪聲呢 聽起來跟V雙是非常的像 最大馬力是57.8p 最大扭力是7公斤米 DCT的雙離合器變速箱 算是AXA DV的最大亮點 它可以帶來CVT變速箱沒有的貼備感 電條傳動也大幅降低後續的保養費用 人員覺得測試油耗是每公升 26.5公里 這個油耗數據呢 在排氣量 或是以大型速可達來說 非常的漂亮 這支影片在拍攝的時候 因為南部是連續好幾天的好大雨 所以動態騎乘影片我就沒有做拍攝了 那其實大家對於動態騎乘有什麼問題 非常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之後呢 我也會把動態騎乘影片給補上來喔 那當然記得喜歡分享訂閱加鈴鐺 我是阿虹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